翻译&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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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知道土壤是地球的皮肤 然后也是我们这个世界万子千红的基础 也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基础 但是我们人类在很长的历史中间 并没有关心我们的皮肤 像关心我们自己的皮肤那样 去爱护它 而是在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中 不断地污染它 根据2014年中国的环境报告 显示有146%的土壤受到污染 其中有80%是由重金属引起的 土壤中的重金属通过生物过程 进入我们的食物链 最后影响到我们的身体 那实际上呢 现在最重要的或者最主要的方法 是把这个土壤当作污染物 直接地把它收集起来 然后放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处理 那么这种对于高污染和小面积的 这种地方来说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但是对于大面积 而且低污染的这种情况 我们是不可能把所有的土壤都移走的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方法 在土 就是在现有的土壤上进行消毒 那么从整个的这个元素的化学地球 循环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这个元素的毒性 它主要是由它的形态来决定的 而不是由它的量 所以在这种理论下 我们可以思考 是不是可以通过改变这个元素的环境 来消除它的毒性 以达到净化土壤的目的呢 那么实际上这个工作一直在 由土壤的微生物在做着 那么这个土壤微生物呢 它跟植物还有其他的一些组成 一个土壤中间的一个微环境 那么在这个微环境中间呢 微生物它通过调整这个元素的形态 来给植物和其他的一些进行协同 那在这个微生物的中间 有一个特别特别特殊的微生物 就是真菌它能够跟植物结合在一起 然后这个植物给真菌一些营养 然后这个菌丝通过调整土壤中 这个重金属的形态 而决定给这个植物多少 多少的元素 多还是少 那么当这个重金属的含量很高的时候呢 那么这种微生物它可以通过改变它的形态 来帮助植物缓解这种毒害 那实际上这个现象在1980年的时候 就由英国的一个科学家在矿山中间发现了 那么就是大家都在研究说 那这样结合以后这个重金属去哪儿了呢 然后更深入的调词可以发现 这个重金属它到了这个菌丝那儿 比如说我们这个图上面看到这个红色的部分 它就是重金属 它在菌丝的表面或者在包子的表面聚集 而并不进入这个植物的体内 我们再看一下就是在这个菌丝的表面 它发生了一些什么 那么在这个重金属的这个胁迫下 那个菌丝的表面它会分泌大量的分泌物 那么这种分泌物中间呢有很多蛋白 有些蛋白呢它是在没有重金属的情况下 所没有的 所以说有重金属的时候 它会有一些特殊的蛋白分泌出来 把重金属熬合起来 使它不进入我们的植物体 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 它消除了这个重金属对植物的毒性 那么在土壤中间呢 我们会发现有了这个微生物的作用以后 土壤里面的这个毒性很大的这个成分 它会减少 然后没有生物有效性的这个成分呢 它会不断的增加 也就是反过来说 微生物在一定的程度上 是消减了这个重金属的这个毒性 那么我们可以这么说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它可以 微生物可以促进植物对营养元素的吸收 同时呢它可以分泌一些很特殊的一些蛋白 然后熬合这个重金属 然后消除这个土壤的毒性 使它这个有毒的这个元素 被固定在土壤中间 那么基于这样的理论呢 实际上就是已经选择出来了 很多的这样的重金属 对重金属具有重要的熬合作用 或者是说有抗性的这样些菌株 在我们先时 我们就有这样的成果了 那么可以用这样的菌剂和植物在一起 对土壤进行修复 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选择一些 就是非生物的产品 比如说像这种生物碳啊 和这个微生物菌在一起 形成一个生物和非生物的混合的这种菌剂 再跟植物一起修复土壤 那么实际上这样的产品 在我们的实验室也是已经有了 实际上呢就是我们人类 对这个微生物的这个了解 还远远的不够 那么在2004年的时候科学专门做了一个 关于土壤微生物的这么一个专辑 那么其中特别的提到 重金属和土壤重金属和针卷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为我们以后的生物技术修复土壤 提供很好的一个就是机会 那么我们到这里我们可以说 第一我们想认识到的就是土壤的这个毒性 它是受它的形态的影响 而不是我们传统都认为是受它的量影响 那么这个形态的改变呢 我们人类可以通过强化微生物的这个过程 来通过改变它的形态 最后达到修复土壤的目的 谢谢大家